如果自己弄的時候,應該是這樣擺在前面的 這樣擺一支湯匙夾著它,夾著那塊尾 這樣吧,放一點進去 如果自己弄,應該分五、六支,就可以夾著整個頭 因為現在的曲線也不用太多 好,夾完整個頭之後,我們下少許的曲線 下勻整個頭 因為下了少許,頭髮比較粗糙,會比較容易整 如果什麼都不能,頭髮很乾淨 頭髮就會很容易脫出來 紮起的時候,會比較容易一束束 下勻整個頭也下勻 我們用頭髮這樣做 不用太乾淨太漂亮 然後分三粒頭髮,把頭髮弄好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其實是想這裡有一個Base Oli 支援著其他頭髮 有一個Base 等下放夾 各樣東西都會方便一點 它會吃得緊一點 夾的沒有那麼容易掉出來 這樣也要綁著橡筋 然後把它收起來 這樣繞著它 下夾 頂緊它 我們分開幾個Session 千萬不要一次 我一個Session 就要一次個Base 上去 這樣一定不可以的 前後兩側分開 前面兩個Session 後面也要分幾個Session 這樣吧 其實逐汁逐汁這樣繞上去 就一定簡單 你一次過繞上去 這樣吧 其實隨意扭上去一團 這樣吧 扭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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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放在哪裏 OK 這樣 這樣梳上去 這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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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於扭上去一團 剩下的味道不要緊 待會再收 好 好 那頂我們再分一個Session 這樣 先夾著它 把旁邊的過來 好 因為之前我們有個Base 在這裡 我們夾幾個 就比較容易穩住 夾到那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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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扭上去一顆 這樣吧 你看到上面那塊 差不多大 就不要再弄到頭髮太散 弄到頭髮太大 盡量弄到小塊 這個Session 最重要的是整個頭髮 看不漂亮呢 就是看這一集 盡量 先把頭髮弄到後面 這樣 盡量拌回它 少少出來 然後再放 把頭髮弄到後面 然後再放 然後再放 把頭髮弄到後面 然後再放 這裏是一塊東西 其實旁邊有很多位置要收拾 不緊要的 有時盤上去之前 有幾條頭髮會掉下來 這樣鬆了也不緊要的 這樣捉回來 多些頸也不緊要 千萬不要想一次過可以整整個頭 不可能的 就算我們髮型師也不可以的 慢慢逐個位置收拾一下 先把頭髮夾平時很流行 打橫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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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向前 要是向後 這樣一定比打橫地下 這樣 最重要是不要打橫地下 打橫地下 打橫地下 這樣慢慢收拾一下 這個型 可以的 這裏 很多時候弄完的時候 這裡還有一拋 其實沒有那麼好看 這樣放一些東西 這樣 這樣 然後這樣 捉回來 扭回來 把頭髮夾平時 扭回來 然後把它貼起來 而且現在 做頭髮不用太滑太漂亮 很多時候你們 做頭髮夾平時 做頭髮夾平時 客人都跟我們說 不要太漂亮 不要太漂亮 不要好像做頭髮夾平時 還是想自然一點 其實是少少嫩嫩的 不要緊 這樣 在後面放一些夾子上去 這樣 捉住 再釘上去 就是這樣 OK 慢慢撿回頭髮夾平時 其實我們最重要的 這個頭髮 最重要就是 這個底部 就是這個位置 很重要 例如你想放這個東西 在這裏也可以 放這裏也可以 最重要是底部 你不用開得很漂亮 在這裏 這麼大個組 剛才說了 用三手邊 然後頭髮分開 五個部份 側邊兩個 頂一個 後面兩個 慢慢翹上來 翹到一塊 扎回夾子 就是了 對了 對了 好 好 按摩